和这次所谓占领机场一样 乱赶的激进分子最近搞了一连串动作 传入立法会冲击中联邦 搞得天怒人怨 人神共奉 有人奇怪 他们不知道如此暴力 出格的言行 会引起外界反感和民意反弹吗 为何一而战再而生的不罢手 在我看来 他们绝非满夫 背后有着精明的算计 暴力恐吓也好 内外勾连也好 都是权衡利弊 步步为淫 为了自己政治施力服务的 反修理发酵之初 反对势力就用了国际级的新媒体宣传手法 利用感性的方式制作大量微电影 海报等等 内容既不负责任也不准确 但却伤情有感染力 完全扭曲了逃犯条例的意愿 这蛊惑了一些年轻人的心思 他们以此打造所谓的反送中的民意基础看 有需要时他们也可以身短和柔软 如同和你到家站里提醒你下雨带闪的友善民居 可一旦评估出来暴力博出位的获利空间更大 他们就瞬间施下了面具 激进分子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反对派群体 凡是暴力冲击严重的地方 都有反对派议员的身影出现 并为之护持 他们心事缜密 有高伦之招 在目前情势下 分商部走的思路渐渐清晰 这商部 一环扣一环 最终剑指的目标 我分析后你就明白了 第一步就是给特区政府施压 反对派和激进示威者要求特区政府 不检控违法示威者 已经拘捕的也要无条件反了 他们的逻辑看似有理 因为宣扬真民主 法律就要对他们的暴行挽开一面 问题是 那还叫法治社会吗 暴徒在示威中早就搞出了格 跟和平二制八杆子打不着了 依法处理是法治最基本的原则 这是激进示威者说了算 保持同情的外部势力说了不算 只有香港法院才有发言权和裁量权 有人说 反对派在修理 已经无限期推迟的情况下 还迟迟不肯收手 就是想继续打赢这一战 为自己将来打造一张哭声符 暴力活动只要有所谓 真民主求自由的外衣 就拥有司法豁免性质 不会被追究 他们早就想立这种规矩了 对此 特首林郑月娥明确地进行了澄清和回应 言论集会等权力受基本法保障 但示威时有违法行为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由此可见 特区政府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激进分子烂布 因为香港的法治不答应 如果打错算盘 试图又闹得更大来为自己脱折 只能让自己罪上加罪 香港长期积累的法治根基仍在 墙角没那么好挖 香港市民希望社会平安有秩序的强烈意愿没有变 施暴政已经引起越来越多香港市民的反感 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时 如果特区政府迫于压力 在不检控违法者上浪布 就郑重下怀 第二步 自然就胜利再往 那就是打击特区政府的管制身亡 反对派以及部分激进分子跟特区政府对着干 也不是一次两次 一天两天了 部分反对派和激进分子遥相呼应 他们现在闹得欢 就是想贪团特区的权力机构 一方面可以指责特区政府和特首无能 让他们对乱局负责甚至下台一鞠躬 另一方面 幻想街头运动暴力冲击那一套 发展成无政府主义 成为香港实际政治权力的来源 让一国两制的实践运转失灵 问题是 瘫痪特区政府 争夺管制权 无鱼吃了说门 一国两制不答应 中央更不会答应 有关部门已经多次重申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这种一锤钉钉的宣誓 早就应该惊喜某些人的迷梦 三 说到底 反对派和激进分子 无论使用什么战眼法 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骗不了人 只要想明白 看清楚 就可以揭开其政治话题 煽动暴力的人 为了选票什么都做得出来 选票是如意算盘的第三步 从政治现实看 今年11月将会举行区域会选举 明年将举行立法会选举 要聚落人气 似乎没有比暴力更吸睛的了 即使特区政府从法治出发 不答应释放话 坚持依法犯案 他们也可以诉诸看争悲情 吸引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关注 和国际势力的道义干预 从非法战中到如今的冲击立法会和中联办 部分激进反对派总有一种迷思 认为争取民主无罪 暴力反抗有理 会得到民众的同情甚至认同 有了这种认同 反对派可以谋求在立法会选举占多数 然后继续倡导绝对意义的所谓酸普选 如果他们要求的版本成真 是否爱国爱感人士担任特首就无法确定 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践也会成为致命空言 这种限制危机真的是无法承受之重 谁能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和市民的切身利益 谁对香港的未来负责任 谁才是受了拥护的真正的爱感者 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香港发生的事 尤其是暴徒冲击中联办 光栏乌顺国徽 很烂国人气氛 很多人想不通 中国内地这么多人 这么多媒体 还有包括驻港部队在内的强大国家机器 怎么就收拾不了那一小撮 暴徒 怎么就受不起香港的正气 还是我们力量下得不到呗 我想对大家说 这就是一国两制 它像一堵墙 把高度制止的香港圈了起来 中国内地的大部分生命和大部分意见 被这堵墙极大的过滤了 胜过去的少部分都被折射了 失去了我们希望能够影响当地的大部分力量 有人说 那这是一国两制错了 应该取消这一制度 改为一国一制 我认为要在爱国的同时保持冷静 冷静分析 当年确定一国两制 总的来看是实事求是的选择 香港上世纪八十年代很翻龙 把内地拉下一大截 我们没有直接管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之源 如果把它内地化 导致香港的资本纷纷外逃 既不符合国家利益和现代化需求 也让港人难以接受 所以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 实行一国两制 应当说是唯一选择 邓小平当时强调实事求是 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我非法律专家 但从政治角度看 我认为基本法有两大考虑 一是保证香港的高度制止 感人质感 这是最符合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利益 二是确保感人质感 与国家利益保持大的协调 防止出现一个与中央政府 对抗的香港政府和立法会 防止香港成为颠覆国家的基地 大家知道 有一般人街头闹事是一回事 如果特首和整个立法会 带头反中央政府 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两点合在一起 就是一国两制原则 香港反对派要绝对意义上的双普选 最终只剩的就是香港地方政府 率民众 对抗国家的限制危机 那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杜绝的 这一次 暴徒和极端反对派干的勾当 是瘫痪特区政府和警察力量 把香港搞成无政府主义 瘫痪特区的权力机构 让他们在街头的行动 成为香港实际政治权力的来源 形成一种由外国操控 本土派法式 引致管制圈 但这样的香港变成臭感 将是确定无疑的 香港变得越来越暴力了 但我要指出 香港这种乱法 乱不到内地 极端反对派休闪用这种乱要挟中央 他们让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看尽了热闹 但最后乱的是香港社会自己 设想一下 香港如果从此就这么无政府主义下去 用不了几年 香港就会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旅游也会瘫痪 法治权威大难无存 营商环境一落千丈 所有核心竞争力与优势成为泡影 香港社会自己必须承担起高度自治的第一责任 那就是维护该社会的基本稳定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 政治稳定是它的核心利益 如果这两条香港都不要了 那是它要自杀 如果我们不出手香港会接着乱一阵 我们出手要破坏有两制的职责 而且迈出了这一步将有第二步第三步 很难跟上的困境 两难相权 香港一些人觉得 两制还不够 只有真民主是他们要做的 为后香港秩序不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大错特错了 真正的一国两制和真正的高度自治的就在他们身边 而且国家无数手段可以制止香港老乱 20答案 3 5 5 1 2 6 こ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